不过或许也是因为这一届的乌龙球特别多 所以感觉上这一次赛事好像特别精彩 精彩之余大家看起比赛来又要熬夜 那么当然吃的喝的少不了 现在看起来包括了餐厅 还有一些超商里面 像是炸鸡啦或者是啤酒的销售量都好翻天 至少已经增加了两成 好像买死定的啤酒有送炸鸡 买啤酒送炸鸡再打九五折 啤酒热卖店员忙补货 还有厂商趁势推出足球图案包装 或加分足球造型喇叭吸满气 适逐赛开梯连带拉台便利超商业绩 今天晚上会看啊 德国应该就是啤酒啊 那还有吃的部分呢 一些小菜之类的 有一定要的啊 因为看冠雅君算应该很嗨 咸酥鸡啊那些鸡排之类的 炸鸡咸酥鸡烤鸡翅 超商尾坡下酒菜同样卖的 下下脚 超商统计从市族赛开梯以来 短短三天业绩已经增加两成 预估这波足球技可带动超商 啤酒冷饮和下酒菜业绩 销量翻倍成长 上菜哦 上菜咯仔细看连披萨都是足球形状 外层刷上竹炭粉 饼皮烤得酥酥脆脆 边吃边看球赛超有feu 现在是市族赛啊 对啊 所以上来这个赛非常硬景 差不多有增加五成左右 那周末的话大概到七成 全民风市族餐厅抽商摩拳擦掌 推出硬景美食 抢供市族台 只是这球赛半夜开梯 不忌口大吃 小心肚子也飞一圈 记者同房 最近很多人为了市族赛 晚上都熬夜 但是在您看看是这群人也在熬夜 但不是熬夜看市族